作词 李宗盛 今夜有你轻轻用我心不再彷徨 用一时的牵牵你的手随你飞扬 夜色已轻轻为我推开静闭的窗 让我的世界从此阳光灿烂 不再凄凉 陪伴你无论何方 爱是我的家 有爱的心不会再流浪 伸出双手 好像触摸阳光 夜雨巧妆 寂寞谁人风向 今夜有你轻轻用我心不再彷徨 用一时的牵牵你的手随你飞扬 夜色已轻轻为我推开静闭的窗 让我的世界从此阳光灿烂 不再凄凉 陪伴你无论何方 爱是我的家 爱是我的家 有爱的心不会再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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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这么晚了很麻烦你 没事 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啊 我都说过了 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只要你让我帮忙 哪怕只是宿主我 我都很愿意 我 不知道下雨不该怎么办 一个月以来 我已经尽力能力了 甚至 我知道了 你对理解真好 你的牺牲太大了 你竟然用自己的前途 去换你姐姐的信心 我已经尽力去做了 我可以做好每一场戏 我还脸上来 我还脸上来 一样的东西 你还脸上来 我还脸上来 你还脸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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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脸上来 你还脸上去 你还脸上去 我有脸上去 你还脸上去 五年的脸蛋 我……我都不开心 小慧 怎么了 小慧 发生什么事 你快告诉姐啊 姐姐 我离开高顺了 公司已经决定跟我解约 我以后 不可能在上台演出了 没事的 有姐在 什么都可以解决的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 小慧 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想那个样子 可是 我又没有什么办法 姐姐 当时突然眼前一黑 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你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不是 姐不是这个意思 你放心 姐会帮你的 又不是只有她一家公司 姐会帮你找到更好的一家 你别担心 我会照顾你的 这么多年 你的心血都白费了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才把我给捧起来 但现在我成了这个样子 真是对不起你 没事的 别担心 姐都没有怪你 我们可以重新再来的 那不可能了 怎么不可能 我是最好的经纪人 我要捧谁 谁都可以红的 但是我跟别人不同 我觉得自己快要失明了 谁会喜欢一个盲人歌手 我简直不敢想下去 我不许你胡说 姐我真的很担心 想不到这个病 竟然会来得这么宽 而且我还这么年轻 你不要乱猜了 明天姐带你去看医生 但是有些事就不能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姐姐明天带我去医院 检查眼睛 你想报告一出来 说我没有病就糟了 如果我姐姐发现我在骗她 可就会适得其反了 那你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跟我帮帮忙 做一份假报告 假报告 你知不知道 这是件很严重的事情 对我们医生来说 最重要的是诚信和操守 对不起 我也知道 这个要求实在太过分 但我真的是 想不出别的办法来 而且又找不到 其他可以给我帮助的人 好了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们再想有别的办法 只要我能帮助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明天我姐就会带我去见那个田医生 就是刚才在医院门外遇到的那个 你认识他吗 他能帮这个忙吗 他 他怎么可能帮你呢 这样 今天晚上我去想一个办法 虽然不知道行得通行不通 但我可以试一试 你就回去好好睡觉吧 明天的事情 我帮你想办法 谢谢 下一个 三号 谢谢 好 注意按时服药 谢谢 喂 是疯吗 你是 你那天为什么不来 现在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我有很重要的事找你 我正在滑海陆公园露天餐厅门口等你 不见不散 喂 喂 请进 田医生请请自 外面还有多少病人 还有八位都在外面等着呢 好 陶姐 你过来一下 干嘛 什么事 他找货 谁找来了 就是网上那个叫雨的女孩 她说 她正在淮海公园等我 竟然还知道我在这工作 那怎么办呢 哦 我告诉你 我可不去了 那可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 而且 你自己去 可以证实一下 今晚可以知道 我没有骗你吧 哎呀 我没这个意思 我也知道你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 这是你的一个心结 你今天去了 就可以把自己的心结了结了 对不对 陈小姐到你了 好 请坐 是你 不是那位田大夫吗 田大夫家里有事 他先走了 我姓陶 也是这里的主治大夫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想我也可以帮助你了 是这样陶大夫 最近 我的视野正慢慢的变窄 只能看到正前方的东西 哦 是呀 那我们先做个检查吧 坐这边 嗨 嗨 请不吝 差不多吧 差不多就好 你就不同了 比我想象当中的好多了 又英俊又斯文 你知道吗 这已经不知是我第几次网恋了 以前每次都失望而归 他们在网上都把自己说得像严成旭一样 但是每次出来什么人都有 有一次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可在网上他说是十七八岁小伙子 是啊 现在这个网上确实有很多骗人的 但是你没骗我 你多好啊 上次你说的那个病怎么样了 你说那个眼病啊 我快要失明了 还有两个月 其实我现在看你是很模糊的 两个月 可前天晚上你在网上对我说还有两年吗 什么两年 我这么说过吗 前天晚上在网上你忘了 我们这些人在网上都是喜欢瞎吹的 没有想到你真会相信 瞎吹 虽然是在网上 但我觉得情感这东西骗不了人 网上那个雨是真的 你 肯定是假的 你说什么 你根本不是雨 告诉我 是谁叫你过来的 你不相信就算了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你 好了 你过去坐吧 医生 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 大夫 请您说实话 我能经受得住 我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怕了 真的 我看这样吧 还是等报告复了再说 因为报告出来就比较准确 小慧 你等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陶大夫 依你看 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 我知道她太年轻了 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 但是我是她姐姐 我有钱知道这个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有什么看法 不放心跟我说 我也好做个准备 我看 她很有可能遗传了一种 叫视网膜色素病变 英文名叫RT的变 而且她的势力可能会一直衰退下去 直到失明 你说她会失明 那她现在 真的是RP的出发期了 陈小姐 这只是我的猜测 等报告出来就什么都知道了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看 她很可能得的是RP 怎么会这样 陈小姐 你不要太难过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RP之中 只有二分之一遗传的可能 如果 其中一个亲人 被正式患了这个病 那另外一个就没事了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看 是这样 姐 大夫都跟你 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 我只问了一下时间 你说谎 我知道 您是去问我那个病了 大夫怎么说的 我是不是快失明了 你不要乱猜 报告还没有出来 姐 如果我真的 什么都看不见了 那你能不能 照顾我一辈子呢 你不要乱想 好好地怎么会失明呢 你回答我 你会不会一直照顾我 会的 一定会的 姐会照顾你一生一世 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谁要是欺负你 姐就跟他拼命 我们是好姐妹 永远都是 啊 我 你不要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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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要乱想 我 我 你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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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我跟他说过 咱们都在一起工作 哎呀你不用那么紧张 你最多下次不见他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赶快把这段网链给忘掉 啊 我明天要上班 我明天要上班我睡觉了 陶姐陶姐 行了我睡觉了 哎你上次见到的是不是他吗 陶姐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陶大夫 报告出来了吗 根据这个检查报告来看 陈小姐她的确是患上了 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 而且情况很不乐观 她的视力会一直衰退下去 直到失明 小慧 小慧 小王 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他们从陶医生的屋里出来 我一定要让姐姐相信 她真的没事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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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姐姐 我是不是要失明了 没事的 姐会跟你在一起的 天塌下来 姐都会帮你顶着的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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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小慧 好大夫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 你忘了 你的病历卡上有你的住址啊 对了 我今天打了一天电话 你为什么不回复啊 我一直跟我姐姐在一起 你今天的演技真棒 连我都有点惊讶 是吗 太棒了 我曾经看过一本教人演戏的书 那上面说最好的演技啊 就是你根本看不出她的演戏 我觉得你今天就是这样 我是想让我姐姐相信 这件事是真的 我都被骗了 你姐她一定信 但愿是这样吧 不过 你的演技虽然好 还需要我的配合 我的戏虽然不多 但是如果没有我 你根本演不了这场戏 而且 我还为你准备了 最重要的道具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吗 我去偷了一份 视网膜色素病电的报告 然后用电脑做了整整一晚上 终于把你的资料 和那个结合在一起了 接着我就去上班 帮你做了那场重头戏 陶大夫 我很感谢你的帮助 那么能陪我出去走走吗 都这么晚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难道连这么一个 小小的要求 你都要拒绝 走 下车吧 带在车里也不一定安全了 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有一种难以自拔的感觉 那是一年前 在一年前 一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演出 后来我就一直很关注你 我还买了你的专辑唱片 但是当时我还只是个不出名的新歌手 2001年9月16日 是你第一个新闻发布会 虽然那天报纸上 只有很短的一条新闻 可是我都留着 也许你不相信 会有我这样的歌迷 给你看一下东西 怎么 这些都是你收集的 当时我有一个梦想 我希望有一天能把这本书 亲手送给你 可是我没想到 我竟然会认识你 结果 上次我喝多了 实在是对不起 我希望我们以后 还能是朋友 我都已经忘了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因此也得罪了很多人 不过如果相处久了 你会知道我是什么人 走吧 我送你回去 田大夫 那天你离开之后 剩下的就是这几个病人 好的 就这样 谢谢啊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发现自己你挺忙的 晚上总见不到你 没事出去玩玩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待不住 又交了新的女朋友吗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真不知道 又是哪家的女孩都不幸 别这么说 对了桃姐 那天的事我都很信 什么事 就那天我突然有事出去 你不是帮我看了几个病 举手之劳 你谢什么呀 真实的太天外了吧 桃姐 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 怎么了 是不是有一个叫程辉的病人 好像有 她姐姐叫程雪 本来是我的病人 她跟我讲 她的妹妹最近眼睛好像有点问题 先过来看一下 结果那天我有事突然出去了 她没有来过 有 来过了 有没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她妹妹是做演艺这一行的 所以经常要被那种大灯罩嘛 我帮她全部检查过了 应该没事 没事就好 刘总 这是我妹妹 程慧 是吗 是你妹妹吗 看上去还真有点像 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她 叫什么名字 是程什么来着 程慧 对了对了对了 你这么一说 我终于有点印象了 您知道就好 我听说刘总公司最近要签一批新人 而且是实力革新 我的妹妹正处在上升阶段 如果刘总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谈一下合作计划 合作 好像这样的革新 坦白讲 我们公司有的是 再说高盛那边的杨总 是我的老朋友 人家不要的人 我再签下来 有点不太好意思 可是我妹妹真的还有潜力 我知道 你姐妹情深 到处推销你的妹妹也真不容易 但是生意归生意 人情归人情 我们签一个革新 要考虑很多东西 主要是看她的市场价值 说穿了 人家不要的弃将 我们再签 没什么意思 姐 怎么样 她们那边刚签了一批新人 所以暂时 不会再找人 怎么办 却向你 我知道我自己 是很难推出去的 怎么会呢 总可以找到合适的地方 我不相信我的妹妹 会没有人要 确实 有没有人要我都无所谓 反正我的势力 一天天地换下去 就算是唱歌 我想也不会唱多久的 姐 不要再为我花时间了 就因为这样 我才要更加努力呀 我要你在失明之前 做出点成绩来 这也是你的心愿 姐 其实我的心愿很简单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一家人 亲亲热热地吃顿饭 姐 妈妈她其实很便宜 她常常在我面前问琴 问身体怎么样 干些什么事情 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她吗 来 搁点酱油 我 我来 多搁一点 小雪爱吃 你看你啊 我说上我的饭店去吃饭 你非要亲自做 谁上你的饭店吃啊 小雪 难得回来一次 我给她做点菜 心里也高兴 来 微波里有菜 快快快 让我闻闻 来 闻一下 让我尝尝 怎么样 还行 但愿小雪能习惯 你亲自给她做的 她能不喜欢吗 先放下 好 好 清真桂鱼来了 怎么样 菜都买好了 我要不要换换的衣服啊 都是家里人 干嘛那么紧张啊 来了 走走 妈 小慧 小雪没来啊 妈 看你干嘛那么着急 您怕她来不了啊 我只听到你的声音 没听到她的声音 妈 我回来了 小雪 小雪你来了 小雪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妈想你啊 妈 我也是 最近工作很忙 所以没空来看你 没空的时候 打个电话嘛 来 来 咱们一家啊 团聚 妈 你身体不好 要小心啊 没事 好了好了 今天你们一家人团聚 我呢 还是应该回陛下 这位叔叔 您说哪儿的话啊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再说这些日子 多亏你照顾我妈 好了好了好了 别说了别说了 来吃饭 菜都凉了 我姐她能够回家吃饭 妈妈的情绪多好啊 你看快 快坐下吃饭 小雪 来 尝尝我做的菜 好不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小雪 最近忙吗 跟以前差不多 还在小慧那家公司 做经理人呢 我们都走了 出来也好 你们现在都成自由人了 我正在帮小慧 找新的公司 妈 你呢 我还不就这个样 眼睛也不好 可总得生活下去啊 你们知道吗 现在有很多人 都希望你妈妈 能出来交涉影 真是笑话 眼睛都这样了 还教人家摄影 妈 可是你有那么多年的经验 总是可以传出点心得 给人家 是啊 小雪说的对 姐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见过妈妈 又这么开心了 是啊 我想我几乎从来没有跟妈 这么融洽的谈过话 以前见面 都是不欢而散 姐 我觉得 你也有一些改变 有的话 以前你是不会跟妈妈说的 比如今天吧 你鼓励她去交涉影 我想妈妈会非常重视你的意见 改变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你 我 因为以前 总觉得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什么好的都在你身上 但是当我知道 你得了这个病 我的想法改变了 小慧 其实你真的很可怜 这么年轻 就得了这个病 姐 你不要为我担心 我没事的 只要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起生活 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 我真的一点都不害怕 小慧 以后的日子 姐一定会陪你生活下去的 同学们 今天我们大家非常荣幸地邀请了国际上著名的摄影艺术家 方琴女士 到这里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摄影心得 大家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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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一个在国际上 小有名气的摄影师 竟然是一个盲人 摄影是光和影的艺术 我们摄影师通过光和影来展现世界 表达我们的内心 可是对一个盲人来说 谈不上光 也谈不上影 所以也就谈不上摄影 自从我失明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想过 和摄影有关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 我的大女儿跟我说 你可以把你这些年的创作心得 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就是这句话 突然让我内心产生了色彩 我才意识到 所有的创作 都来源于内心的灵感 于是我今天站到了这里 好 下面我们开始讲课 今天 首先讲光 向太 这是成贵 你看这个怎么样 不错 他们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 我们已经签了十几个 他们可都是白里挑一挑出来的 现在我们这边人是已经有了 但是就欠缺富有经验的人来帮他们 因为你知道 现在好的经纪人实在是不容易找 我想 你在高盛那边的经验或许可以帮助我 但是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向太帮小慧 程小姐 我非常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做我们经纪人这行 人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源 你不可能因为一棵树而放弃一片森林 听我说 你过来 到我公司来 我们找准最好的人 然后捧着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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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讲的怎样 爸 爸 再见 再见 那些学生啊 一个个人听如指如指的 是吗 爸老师 哎 爸老师 爸老师 你今天讲的太好了 我不过是把我一些摄影的经验 跟大家谈一看 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摄影啊 还有很多作品没出来吗 我不想放弃摄影啊 可是我没办法啊 难道你以为一个盲人 还可以背着摄影机到处拍照吗 嗯 当然可以了 为什么 老师 我觉得贝德芬最好的作品 是在他失去订阅以后创造出来的 各位同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程雪小姐 程小姐是我们经纪人部门新请来的主管 她以后就负责我们经纪人部门的各项工作 希望大家能积极的配合 程小姐给大家讲几句话 各位同学 你们能够坐在这里 可以说 都是演艺界未来的精英 然而你们好像并不明白 自己将来肯定会在文艺界取得成就 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在你们脸上 看不到做大明星的那份自信 作为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信心 告诉你们 有信心的人脸上才会有光彩 如果你们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会成功的话 又怎么能够说服那些老板投资在你们身上呢 所以今天就要告诉自己 我一定可以出类拔萃 你们跟我说一遍 我一定可以成功 说呀 讲啊 跟我说一遍 我一定可以成功 我一定可以成功 大声一点 我一定可以成功 再大声一点 我一定可以成功 你们都站起来 大声地跟我说 我一定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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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继续说下去 直到你们相信为止 大声一点 我一定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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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大夫 你找到了 你看 你看 这书上介绍了 贝勒芬失踪之后 他经常附在东京旁边 耳朵贴在琴键上 用心灵去感受琴键的声音 这儿好近啊 图书馆当然安静了 我闻到一股书香的味道 是吗 这个感觉 你们不会有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着 那个小伙子说的话 他让我不要放弃摄影 因为贝勒芬在失踪之后 还可以做曲 你说我行吗 遗忘清水的女人 在结成冰的草沉 滑向我的心 滑向我的心 冰冷我的唇 让我爱得那么真 滑向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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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天 扬向我的心 滑向我的心 爱过我的心 只是一个深究的注纹 纷乱的心何必再问 你是我忘不掉的女人 你是我忘不掉的女人 你的身影始终占据我的灵魂 你是我忘不掉的女人 流落街头的单纯 为你而葬身 你是我忘不掉的女人 你的身影始终占据我的灵魂 你是我忘不掉的女人 流落街头的单纯 为你而葬身 为你而葬身 我忘不掉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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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你活不掉的女人 是我忘不掉的女人